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要讲的问题 创业我觉得是分两种 一种是零到一 白手起家 另外一种是一到二 产业转型 那我就想讲一讲 今天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 怎么能做零到二 我创业实际分成两次 我把这四个年份都给大家放出来 从96年到2006年一共是十年 这十年我完成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澳大利亚安身立业成家 到开始做我的第一次创业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机缘巧合 在这我的创业当中呢 一共有三个女人 外加两个电话 我们经常说嘛 每个成功男人的后面有一个女人 我是有三个女人 我是95年的大学毕业的 大学毕业前两年呢 我在大学有一个女朋友 长得很漂亮 我呢后来 她找了另外一个男孩 我非常生气 当时呢非常失落 因为她天天和那男孩在我面前晃悠 当时我们外语学院嘛 在最顶层啊 有一个托福培训班 我想我天天就去那里 泡在那里 当时就是不交钱 老是认识我 你就在那里泡着吧 反正听完一节听下一节 尤其最后的一年 我几乎是全泡在托福班里 后来呢在托福 在毕业前半年的时候呢 我很轻松就考了620分 当时我从来没想到说 我考完一定要出国 因为我们学英语专业的 去美国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GRT 没有什么理工专业 也没想过去澳大利亚 因为说实话 澳大利亚对我们离得太遥远 后来呢 在毕业以后呢 我实际特别想离开这个城市 在大连 我觉得是一种伤心之地 后来呢就是这个 我的一个大学老师呢 把一个当时96年 正好澳大利亚开放留学 给了我一个申请表 当时我立刻填表 正好我外语成绩也够了 所以我非常容易地 拿到了入学通知书 因为我的分数很高 620分 好事是我可以留学了 坏事是没钱 当时我父亲呢 是做了一个小生意 凑够了第一学期的学费 大概是三万人民币 我记得很清楚 交完这三万人民币 是第一学期的学费 只有半年 我已经就没有钱买机票了 这时候怎么办啊 这时候我爸爸以前 做销售的时候 还是有点头脑 他把以前所有的客户 我全招进来 类似于像搞婚宴一样 就这么个大厅 摆了20桌 每人就告诉我说 我儿子要留学了 大家看着来吧 所以说大家开始交钱 下了飞机 想象的和完全不一样 睡在地铺上 找不到工作 我花了还剩三百多美金的时候 非常清楚 因为我那存单 现在我还留着 但这个期间呢 我想给每一个创业者 提供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都会有逆境 或者都不知道 未来是什么情况下 但这个时候 我不要丧失自己的理想 我想很多这里留学的人 大家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不是唯一的 我不是最惨的一个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我想说 我们那时候是一张白纸 但是我明明自都感到 这张白纸未来写的是 我要将来读书 我要发展 我不能打工 就是一辈子这样 去刷厕所 所以工资并不低 在澳大利亚蓝领的公车 白领差的不多 所以说当时我周边 有些开出租车的朋友啊 有的是北大的 清华的 没办法 为了生存 因为当你坐出租车 现金收入 每个星期都要一两千块钱 澳币 不少啊 在那个时候 所以说他们就放弃了 自己的专业追求 而我当时呢 和这些人在一起 甚至和一些天 就是黑民的 在一起 他们更没有追求 他们就是花天酒地了 有点 打完工赠完钱 就是领着我去 赌场 老虎鸡 教我怎么打老虎鸡 但有一天我想说 我不能这样 我来是读书的 是为了发展 我不能一辈子这样 后来呢 我就搬到了一个大学旁边 为什么 两个原因 我想说 第一 我在那边找到工作 第二呢 我工作的同事呢 都是一帮大学生 我和他们住在一起 你和大学生住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受他们熏陶 因为他们都是在读的学生 他们学什么专业 哪个学 老师好 怎么学 所以说后来我在他们熏陶之下 当我攒到了三分之二的学费的时候 大概七千澳币 我是九八年 就回到了大学去读书 当时选择专业的时候呢 我是学文科出身的 也不知道该选什么好 但后来想说 那时候澳大利 那时候留学生是留不下来的 你没有机会留下来 除非你假结婚 就是说 我就想说 选一个未来可能回中国会用到的 那是财快方面吧 当时澳大利那些学校 快专业很不错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会计专业 阴差阳错呢 就在我毕业的前半年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一个 留学生可以移民的政策 以前是没有的 他们是跟美国学的 他发现留住中国学生是人才 当时分数最高的就是会计 而且当时我的年龄段 和我的英文和我的专业 打了最高分 不到半年我的绿卡就下来了 去年我看乔布斯的书啊 说乔布斯在大学的时候啊 他学那个英文美术字嘛 字学 当时学术也没想到会用到苹果电脑上 但是后来呢 苹果电脑 iOS系统的 为什么那个字体那么漂亮 与乔布斯本人学这个有关系 所以说我想说什么 我们每个人在选择的时候 你真不知道这个东西 会对你有什么用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在学的时候 能真的把这个东西 如果有机会去学每一样东西的话 不要想这个东西 未来会怎么样 你就去学 它可能就会真的帮到你 后来呢 99年我毕业的时候 拿到绿卡 2000年呢 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找到这份工作呢 也是一个阴差阳错 为什么呢 我学会计专业的 本来想找会计 后来我的第一任 澳大利亚女友呢 她去面试 当时这个面试老板和 HR的经理说 你的英文不够好 sorry 当时我这个女朋友呢 别的地方不好 就是胆子大一点 就是说 我认识一个英文好的 可不可以推荐给你 当时可能人觉得是美女嘛 不好意思回绝嘛 OK You can bring him in 当时我穿着裤衩背心 在外面等他 我也不能进去 我就说 先填表吧 等下时间 我简历给你 我们再面试 过了一星期呢 面试我 面试完了以后 这老板呢 老板亲自面试我的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后来我就说 OK 当时这个公司呢 是在澳大利亚 医院市场中 尤其是手术手套 占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市场 这个是老板的核心业务 他的主要供货商在马来西亚 但逐渐转到中国 他希望找一个中国的 像我这样的人 中英文具家 可以去跑到跑业务 而且他尤其不想要那种 已经做过很多年采购的 熟知这个市场的人 为什么呢 他以前发生过 有这么一个人 把他业务带走了 他就希望我是一个 什么也不懂 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听到话就可以了 当我做到第二年的时候呢 我意识到了 实际这个东西 是可以变成自己的 一个创业的生意 所以说我后来 在我创业的时候 给老板写个邮件 他没有回我 可能你对我做的事情 并不认同 但是说实话 我从心里是感谢你的 所以说 我做了这份工作 开始学了 知道它是生意以后呢 我该怎么做呢 我把每个环节 即使与我工作 没关系的 我也去学 我做采购 我学什么呢 我学摆放货架 我学美工 怎么操作软件 因为后来 我自己做生意的时候呢 几乎就是 这个生意的环节 我都可以自己做 包括开散车 我现在还有自己的 开散车的驾照 我可以轻松地 把货放到货架上 去拿下来 我做了这个工作 做到五年以后呢 我觉得我学了很多东西 也会了 但是由于家庭原因呢 我实际回到中国 待了半年 主要是为了找对象 也没找到 后来回到澳大利亚 结果05年的时候呢 我换了一个工作 去到了一个 做老虎机的公司 赌博的老虎机啊 上市公司 这个公司是人撒钱多 真的真的 工资非常非常高 而我的工作是干什么的 就坐在店面 敲两个订单就完事了 就是买电器元件 老虎机当中用的电器元件 而这个 由我以前所学的东西 完全不沾边 所以说我是 拿着钱 拿着很多的钱 干着很少的事 但我心里觉得 别扭 觉得第一对不起老板 第二对不起自己 这烂费时间 后来呢 我就跟我 现在的太太 也是我的第三个女友 我说 我想自己创业 但是我又觉得 是不是有点危险 后来我太太呢 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的 最大的贵人 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她跟我说什么 她说 你可以去试 我完全支持你 当时她是在做什么呢 她是在餐馆刷盘子 我们就说 你现在可以试错 如果错了 重新回到旧业大军 来得及 当时我是33岁吧 我记不得了 所以说我还觉得可以 OK 那我们就试了 当时我 冥冥之中呢 就开始到处 寻找一些机会吧 特意留意一些机会 这时候呢 第一个电话产生了 我在上班 实在没事做的时候 我打了第一个电话 这个朋友呢 也是我后来的 做医疗产品的生育合伙人 我只见过她一面 但这一面资源 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一起呢 吹喝玩乐以后 她觉得 我觉得她是一个 非常有益气的人 就是非常爽快的人 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都非常清楚 而且她也觉得 我是一个做事的人 所以那一别之后 大家没有联系 她是我们原来公司的 一个供货商 她是在厦门 一个台商 后来呢 我打电话给她 我就告诉她 我说我已经离职了 她第一句话就是问我 那你现在想干点什么 哎 我一听有戏啊 赶紧上 我就说 我把我的全部想法告诉她 我说我想自己成立公司 自己创建品牌 通过政府招标的形式 进入医院系统 这是以前大陆的华人 没有人做过的 我们去做 不能总是被外国人 牵着我们的定价权 我们自己有定价权 我们有自己品牌的产品 当时呢 她供给很多美国大的供货商 也是受到了挤压 她说 我也想做这件事情 而澳大利亚呢 又是一个 试错成本非常低的市场 我们就一拍即合 她出钱 我出力 我们就做了第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呢 现在是给澳大利亚公立医院 提供很多的医用耗材 在这里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在你生意的起始阶段呢 有的很多机会呢 可能你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要去试 所以说这里呢 我提到这个Care Plus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天猫国际 这开始进入天猫国际阶段了 这是第二次创业 就是说 我是在生意发展到一阶段以后 壮大以后呢 我是在2012年 成立另外一家公司 叫Care Plus 因为我想说 我们不能逛卖到医院 我把我的这些医院的产品 零售包装 像绷带呀 这些东西 我卖到零售市场 当时这种 生意模式呢 让我对澳大利亚的药店 和这个采购体系啊 有了非常深的了解 以前只是医院 并不知道零售的药店 这个时机后来 对我采购保健品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 我可以做天猫国际 保健品这块业务 当时我们想做 到底做什么的时候呢 我和我太太商量 后来我跟我太太说 我说咱们不能老卖那些 别人都已经快挂了 进医院用的产品啊 咱们能不能卖一些 别让他们挂了的产品 对吧 吃一些保健品 食品 我太太说 行 你试吧 既然你愿意试就试 但是你不能说 钱都花了 事没干 结果呢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后来成为 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 保健品和食品的网站 当时我已经开始 接触电商了 因为我一开始在eBay上 卖过一些乐器 对这个一直很感兴趣 后来呢 我们又有个实体店 开始做这些产品 这个时候 大概是2013年 就开始有代购 来找我们买奶粉 买保健品 我就明明之中感觉到啊 中国要买遍全球的时候 到了 买奶粉呢 真的很可怕 几个集装箱都买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第一 你这些奶粉怎么进中国的 他说我们搞定了 当地的海关 没有问题 或者从越南进 哇 我看你们真厉害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不是我要的东西 我觉得真正的市场 一定是合法的 正规的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就感觉到 这个电商的机会 早晚要来 这时候马云出现了 我觉得马总的 高张远主 确实很管用 他知道我们 急我们之所急 想我们之所想 我那个时候 就是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那么多代购 他们都是灰色清官 为什么就没有一家公司 去把这个东西打通呢 而马云的天猫国际出现了 而这时候呢 第二个电话诞生了 我在做网站的时候 开始sourcing产品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一个 美国的保健品 在北京有个代理 我就想说 这个北京公司 会怎么拿到代理呢 就他怎么进到中国的 我跟他学一学 能不能把我们 澳洲产品也进去 我就打了个电话 其中的合伙人呢 很热情 他说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呢 他马上移民澳洲了 要做澳洲 你可以把澳洲产品 推荐给他 你们可以合作 我说好吧 他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聊了一下 后来发现了 这个人是个电商高手 他信息非常灵通 2013年 天猫国际 10月一开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通知了我 所以说我们属于 第一批 进驻天猫国际的商家 所以说我想说 机会呢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这里提到了 传统贸易和这个 跨境电商啊 我本来是在传统贸易那里 画了一个叉的 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 我做了跨境电商的原因 但我并不排斥传统贸易 但是我这里想说什么呢 以前我从中国买货的时候啊 很容易 因为我出钱 花钱吧 所以这些工厂对我都很好 所以一路开绿灯 但是现在呢 你想把东西卖给中国的时候 实际是很难 我曾经和一些北京的大药房的采购 包括一些国企 我们都联系过 但是我发现 可能出国时间长了 我的思维和谈吐 根本和他们对不上 我经常是说一些 他们不愿意听的话 或者说我经常觉得 他们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该做的并没有做 每次喝完酒以后的事情 从来没有兑现过 所以现在我做电商的最好处 我回国和我的团队也好 包括阿里一大人 我们从来不需要吃饭 也不需要喝酒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想这个业态 就是我说跨境电商 是最适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中国在发展 以前那种靠酒桌上 达成交易的事情 不是你们每个创业人 应该追求的 大家追求的是一种 自己的艰辛努力 获得的回报 在这里我再提一下 就是国外和国内有什么区别 例如我做医疗产品 我到国外的医院 我们去推销的时候 我们招标的时候 首先护士长会给我们一张纸 让我们签字 告诉我们说 不能说一些贿赂性的话 不能留给我们任何样品和礼品 包括给个USB都不可以 这是我们喜欢的 这样的话 我晚上误电以后 我可以睡觉 我不用应酬 但是你和传统贸易 打交道的话 多多少少 你避不掉这一关 所以各位年轻人 在你体力好的时候 多专业业务 专业专业产品 在这方面少花一点时间 我想这里给你讲一下 我们这个天猫国际之旅吧 我们是13年 入住了天猫国际 14年5月呢 实际开始正式 就是有业绩 5月到12月呢 我们销售额已经超过了2500万 这个中国人的消费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中产阶级的人数是逐渐增多 所以说我相信这个会是不停地 在几何地翻番地增长 2014年双十一呢 当天销售了702万 实际我们可以卖得更多 但是过到下午6点以后啊 我就已经没有东西可卖了 全部的东西卖轻了 现在呢 我们又学了 维持在300到500万 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 首先我想说 讲困难之前吧 我先讲讲这个平台的好处 我们为什么选择天猫国际 第一呢 当时也确实没有别的可选的 天猫国际是最早的 为什么呢 其他的人还没有醒悟过来 还没有马总那个高瞻远瞩 第二呢 天猫国际的非常规范迅速 他们的文件 合同发给我 后来我对比过其他平台的 无论是中英文 是最规范的 没有霸王条款 都是按照国外的这种 公平合理的方式 和你签的合同 所以说我们特别放心 第二呢 他团队非常专业 从招商的小二呢 到运营的小二 就是可以说都是工作狂 而且呢 对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指导 手把手地教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呢 真是要感谢他们的 对我们的成长的支持 还有就是阿里这个生态圈呢 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们商家只需要关心卖货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产品 怎么进入保税区啊 这个系统怎么对接 都是他来帮我们完成 作为一个海外商家 有这种服务 有这种这个团队来帮助你 是你成功的保障 所以我没见过其他一些平台和我们讲 我通过接触几次就发现 我们不能再和他们做了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说得很好听 根本就不懂跨境电商 进了这个渠道以后呢 我们肯定会有困难 任何新的这个事物都会有一些困难 首先这个时差问题啊 澳大利亚和中国呢 是有两个小时时差 现在 下时日的时候呢 有三个小时 这个时差说实话呢 不多也不少 但是我们澳大利亚举个例子 我们是四点半下班 就是澳大西尼时间四点半 也就是北京时间两点半 这个时候是小二工作最疯狂的时候 而澳大利亚人呢 就不能加班 不是不能加班 第一有两个原因啊 加班费很高 第二呢 即使你付加班费 人也不愿意干 如果你让他硬的让他加班的话 他可以告你 所以说我们就没办法 怎么办 这个两个时差就搞得很头痛 我自己当时做的时候 半夜这个旺旺都开着的 所以小二经常 我们八点的时候啊 就是北京时间六点 过后发旺旺 所以你们十二点以前 要赶紧把这个活动填上 图修改好 当时搞得我们非常头痛 怎么办 我们就迅速搭建团队 这个搭建团队的时候 也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有的时候是机缘巧合 举个例子啊 我们现在做的最好的一个客服 也是做的最早的一个客服 最负责任的一个小女孩 远在云南大理 我从来没有和她见过面 但是我就是对她信任 他们也对我们信任 这都是 我觉得每一位创业者呢 只是有上天的照顾 和自己的努力吧 有的这些客服 对我们真的是很帮助很大 包括我们后来寻找了自己的运营商 还有就是缺少运营人才 这个实际是一个关键啊 就是说 在澳大利亚 你很难找到一个 中文讲得好的运营人才 在中国呢 你很难找到一个 英文讲得好的运营人才 这是不对称的 说实话 我们一开始招了一个运营 但是这个人 比如说创业的时候 我还提醒大家 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绊脚石 或者是在你生意的时候 给你一些下半子的人 或者是阻碍你前进的人 这是不可避免的 提个醒啊 我们招了第一个运营 他当时是我们工资最高的人 我们请他的原因就是 我看中了这块业务 我愿意出钱给你来增长这块业务 当我们做了第一次据划算呢 卖了700多瓶椰子水的时候啊 这个人呢 进来和我谈 谈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这个店 要是不给他一定股份的话 他就撂头要不干了 当时我和我太太说 是可杀不可辱啊 我们就都不做了 OK 你走吧 我们让他走了 给我们连人物说 我们自己学 运营不就是和小二对接吗 小二什么要求 规则我们自己学 所以说当时我们团队 好在我们当时团队 澳大利亚团队呢 很多是80后 90后 所以说学这些东西呢 也很快 所以说这些都是在关键时刻 帮助我们的人 我们都不能忘记 还有最关键呢 就是一个现金流 就是你如果在澳大利亚采购呢 它的基本账期是30天 就是说你如果你8月1号买的东西啊 你8月30号必须要付钱了 而且澳大利是个比较 很诚信的国家 你付钱会很好 不付钱的话 你可能会很倒霉 而我们这个货进到我们仓库 客人开始买到卖完 然后订单通过支付宝 转到澳大利亚账户 这个过程远远要超过30天 这个尤其在双11前后呢 体现得特别明显 我们采购这个资金就很有限 很多当第一次双11 2014年 我记得天猫国际是第一次双11吧 2014年吧 对吧 这个当时很多老外的厂商 并不理解双11 我们买得多的时候呢 反倒付款条件越苛刻 因为他害怕 你买这么多货 一般不够钱怎么办 所以说我买得越多 他反倒让我提前付款 后来我们双11结束以后 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时候菜鸟儿给我们发了一个 小二发了一个汪汪 说赶紧准备100万到200万运费 充值 否则的话你扣款扣不了了 我老婆说这只能卖孩子了 这时候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 我老婆一天之内 我觉得女人是很关键的 因为我平常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我的朋友都是我老婆在打理 一天之内借了澳币50万 我的会计倾囊相助 给了我15万 我的好朋友 跟他说我们必要现金 你必须得存到银行 存到支付网里面 你不能转账都太慢 他自己去银行给我们存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感谢的 后来过了双11呢 我想说这是有钱人的游戏啊 咱不能再这么玩了 我就开始四处化缘 首先我和供货商谈 我说咱们这个付款条件一定要提高 你看我们这业绩啊 老外一看 嗯 明白怎么回事了 给我们更优惠了 30天 60天 90天 OK 另一方面呢和银行谈 澳大利亚政府和银行 是非常支持中小企业 尤其是出口型的中小企业 他们有这么政府一个部门 就叫出口信贷部 帮助中小企业贷款 就是做出口型的中小企业 但是呢他遇到我这case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点头痛 为什么呢 他们还是需要抵押的 而我们是一个贸易商 从不动产这方面 我不可能像一个酒庄 如果卖葡萄酒 它有酒庄 酒庄可以是个不动产 可以抵押嘛 我们是个贸易商 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 另一方面呢 我们的货都发到了保税区 它产品抓不到 假如说你的公司快清盘倒闭了 我可以把你产品去拉过来 它拉不到 都已经在保税区了 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怎么办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我说咱们搞一次这个营销吧 这时候我就把银行的人 还有政府信贷部的人 还有几个大的供货商 叫在一起 我向马总学习 开始给他们洗脑 首先我放了一段 马总在阿里巴巴 录演的时候的录像 现在我每建一个品牌商的时候 我也放这个录像 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 我告诉你阿里巴巴是谁 因为澳大利亚很多中东人 有一家卖阿拉伯大饼的 他那公司也叫阿里巴巴 我说你们不要误解 这是上市的阿里巴巴 仅次于Google 第二呢 我想用电商的激情 去感染他们 让他们知道 做的是一个多么大的事业 第三呢 有点私心啊 就说你们记住马云长什么样 有一天如果你从我这 收不到钱来的话 管马云要 我看完录像以后呢 我做了一个最后的陈词 我跟他这么讲 我说第一 从技术上来讲 你不存在收不上钱的问题 因为阿里巴巴是一个 国际性公司 上市公司 不可能协款潜逃 客人是先付款 钱到了支付宝 转到澳洲账户 我的房子 我的身家压在你们银行 我是澳洲公民 如果有一天 我真讨论的话 你可按照法律 全球通缉友能抓到我 第二呢 我讲了一个最关键的 我也给他们讲了 刚才我讲的 我个人的故事 我说二十年前 我是怀揣了五百美金 到了这片土地上 能走到今天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一种努力 创业的精神 一种spirit 这种spirit是我们第一代移民 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 能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有更好的生活 希望他们在物质上 精神上有更大的财富 少走万路 而电商呢 又是在这种spirit的情况下 诞生了一个事物 它就想当初和亚马逊 谷歌颠覆世界一样 它是一个颠覆中国的事业 是一个颠覆世界的事业 他们在座当中呢 有斯里兰卡移民 从仓库管理员 做到银行的高管 有德国移民 来到澳大利亚 从头做起 做到了汇丰的高管 我想我讲的故事 多多少少打动了他们 过了一星期呢 他们告诉我说 我们特批了一个 给你一百万额度的贷款 随着你业务的增长 还会增加 当时他还说了一句 说在我们澳大利亚 你是澳大利亚第一个 在没有抵押情况下 获得出口贷款的电商企业 我说你们为什么开这些鲜河呀 你们不害怕吗 他说说实话 从原则上我们害怕 但从个人上我们不害怕 为什么 我们每天建了那么多高管 建了那些跨国公司的高管 他们要钱的时候 没有任何感情 他们不在乎 不在乎他的费用 不在乎这公司的成功 而我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你在乎 这是你的激情 我就跟这个人说 我说你的理解是非常对的 我说说实话 你们这些人 有一天你们老了退休的时候 你们跟你们的孩子讲什么 说我曾经和哪一个亿万富翁 在一起打过高尔夫球 吃过午餐 OK 这也是你的业绩 我曾经给哪个跨欧公司 什么翘牌带过款 OK 这也是你的业绩 但是你可以骄傲地跟他们说 你曾经资助了澳洲的一个跨境电商 把澳大利亚千千万万的中小农民的产品 通过天猫国际 通过跨境电商来到了中国 对中国是什么影响 中国人 一代人的身体素质健康得到了提高 实际我刚才说这个身体健康 我一直很关注这方面 因为我母亲四年前去世的时候 我一直研究这个健康的问题 我再得插一句 我希望大家把这信息传递出去 在海外我们华人癌症发病率 也是排前几名的 为什么呢 我做过调研 因为我本人是搞医疗产品 我对他特别感兴趣 我身边有很多医院的朋友 我母亲是幽门癌 去世以后呢 我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院院说你的幽门感觉非常高 我又跟他讲我家族History 他立刻给我吃了几个强效的抗生素 我立刻就好了 70%是从我幽门感军造成的 而且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号有一个问题 大家都想吃自己家乡的食品吧 老干妈 方便面 都想吃 导致什么呢 你在那些华人店买的东西 只能是中国运过来的 包括鸡蛋黄 这些东西你都要加了添加剂 你没办法 你不可能保鲜那么长时间嘛 所以说我们海外的华人 实际吃了很多这种含有防腐剂 添加剂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健康 实际要比海外还差 第二我们尤其不良的生活习惯 我希望各位把这些信息传递出去 不要吃剩饭 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位 有幽门感军的话 请你们全家人全去吃这药 非常非常容易 终于你到了得癌症的时候 我看我母亲最后离去的时候 那个心情要好得多 所以说我想刚才说 提高中国人民生理素质 我们卖的不只是产品 卖的是国外的那种健康的生活理念 不吃剩饭 尽量不要炒菜 吃新鲜的 多运动 好好休息 未来我想我们都可以通过天猫国际来实现 好了理想情怀已经讲完了 怎么来应对未来的挑战吧 跨境电商竞争到今天呢 是已经白热化了 我们要保持同步 积极配合 另外呢我们叫内工 什么内工呢 我们之前的传统电商的TP服务啊 包括内部团队 只是提供一些简单的运营服务 但这个远远不够 我觉得我们应该抛弃那种 只是简单的低价 爆款 这种方法 老百姓买的并不是真正的国外的产品 只是便宜而已 并不是国外老百姓的 我们要把主流产品带到中国 而这种主流产品 有些老百姓并不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是一个信息的传达者 我们要把这种信息沉淀下来 告诉国内的消费者 这个才是应该正确的食品 正确的保健品 正确的生活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